小寶漸漸轉法 舊的布鞋已經快要不能穿 這天 我們就帶著他去鞋店挑鞋子 小寶一走進童鞋區 馬上向中了粉紅色佩佩豬少女鞋 當然 鞋架上並沒有說這雙鞋一定是給女生穿的 只是大多會買這款鞋子的都是小女生 小寶如獲自保 儘管自穿的時候鞋子大了一點 但他非常堅持要這雙 把鞋子緊緊抱在懷裡 說什麼也不願意放開 我和寶媽被兒子開心的臉說服了 結帳後 小寶仍然緊緊的守護這雙鞋 似乎很害怕被搶走 第二天一早去上課 都不用我和寶媽叮嚀要穿鞋了 她很主動開了門 穿了襪子 換上新的粉紅佩佩珠 等著要去上學 一雙粉紅色的鞋 竟然改變了她不想上學的體質 喜歡的力量好大呀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媽媽買了一件紅色的上衣給我 我敵死不從 我告訴媽媽 紅色是女生的衣服 我小的時候 換上女同學在討論 昨天美少女戰士的劇情 我也搭上去聊了幾句 這時有個女同學卻說 男生看什麼美少女戰士 不是,這是女生在看的 我愣住了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時有一個男同學跳了出來 啊你們不是也有在看灌籃高手 錦上雄艷的神作救了我 不是,是男同學救了我 從此以後我就深深的 不是啦 女同學被打臉 感謝同學的神救援 那時候我有個疑問 看卡通又不妨礙到別人 為什麼要分男生的、女生的 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我去買衣服 店員告訴我 你皮膚比較白 如果敢穿這種粉紅色的Polo衫會很好看 當下我很掙扎 心裡想 真的很好看耶 但粉紅色耶 真的適合我嗎 心裡的小天使和小惡魔開始辯論 不要買啊,那樣很娘 真的很適合你啊 別聽阿胡說,不行就是不行 接受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很開心的事啊 很開心的事啊 隨後小惡事說服了我 我買下那間粉紅色的Polo衫 第一次穿去上課 心裡還是很不安 但回頭想想 不過就是件衣服嘛 買下喜歡的東西 有什麼好不安的 放下對顏色的成見 表現就很自然了 寶媽曾經問過我 如果小寶長大之後 發現他喜歡的是男生 你該怎麼辦 我當下回答 我現在嘴巴上說會支持他 但我真的不確定真的發生時 當時的我是否真的能這麼做 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 小時候父母對我的影響很大 那時候他們時不時會虧我 你是不是喜歡那個女生啊 我小時候個性很內向 對於這類的玩笑很在意 那時候我只意識到 喜歡別人好像錯了 因為都會被父母笑 我漸漸長大 遇到喜歡的人都非常衝突 時不時會想起那些故事 但內心日漸膨脹的喜歡 其是我能控制的 遇到喜歡的人 內心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衝撞 對!我活得很不快樂 自此之後的十五年 父母都不知道我任何的感情狀態 我也不知道可以跟誰說 我想起過去的自己 又看到現在的小寶 不能再讓他承受那種不快樂 為人父母要的很簡單 希望子女平安快樂長大 如果就連自由去喜歡誰都是痛苦的話 那也太悲劇了 更別提他如果喜歡的是男生 我懂那種無法控制自己喜歡的感覺 如果父母都不能當他的靠山 那他一定會過得很孤獨 所以你現在問我 如果小寶喜歡的是男生怎麼辦 我會說 帶回來讓爸爸也認識他吧 我會送你 我會說 我會說